开车上班最怕的除了塞车 就是忘了带上车钥匙 不过密西根一位特斯拉车主 可没这个困扰 逼逼两声布兰丹将晶片 持入右手中 想要上车再也不用用钥匙卡感应 或者手机配对 因为止入生物性晶片后 他就等同于行动钥匙 只要不失去手就不怕被锁在门外 布兰丹打上麻醉 在刺青店完成这个 止入小手术偏激进的做法 网友都认为他肯定是个马斯克迷 不过他也替自己澄清 自己不为马斯克工作 只是个单纯的科技迷 除了车钥匙 布兰丹也想过把信用卡晶片 止入手里 因为其实止入晶片的成本 并没有想象中的贵 只要花300美元买晶片 另外花100美元请穿孔师止入 总共1.2万台币 就能拥有徒手解锁功能 尽管可能被砍右手 乐观的布兰丹说还有左手 因为他早就将解锁家门的晶片 植入手中 左手右手都没闲着各有用处 布兰丹的左手晶片 甚至保存了疫苗接种记录 当手机靠近还会亮起绿灯 让你清楚知道自己的资讯 正在被读去 其实这在未来并不是不可能 因为马斯克也拥有神经科学新创公司 所以目标就是将晶片植入人体中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赛博庞克电影里的 各种高科技场景 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记者先韩宇报导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